你覺得自己很多人都說當初的趙仲瑜不適合做這行業 你自己覺得是嗎? 我會覺得是這樣的 如果能夠跳出了這個心理的話應該可以的 那時候不是現在的我 但也明白一個21歲的女生可以怎樣 這個都是成長的過程 這個都是去了解自己的過程 我覺得當年唱歌就唱歌 拍戲就拍戲 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 我要做一個很成功的歌手 你覺得自己當時沒有什麼遠大的目標? 當時 其實我人生到現在都沒有什麼遠大的目標 我覺得平平安安 平淡 這樣養大兩個女兒已經很開心 所以你就公司叫我去應酬 我都不會去 本身我應酬都是沒有什麼說的 可能喝兩杯現在是多一點說的 以前不懂得喝酒又不敢喝酒 現在就好一點 OK 但會不會跟公司的關係會有些不好呢? 譬如公司叫你去應酬你又不去 或者當時你的老闆Duncan 還在紅音樂的時候 Duncan會幫你隔了 對 辛苦他了 他幫我隔了 全部東西 會有的 以前會看應酬的東西看得很重 但你看看其他歌手 每個人都陪著老闆 會 是啊 但你這些東西都不做 那你就吃虧了 但是我會覺得 現在我40歲看回的話 我發現了 其實有些東西你想做就做 不想做就不要做 人是應該又懂得說不解釋的 無論這件事對你將來幫助大不大也好 我會覺得 這個是我 這個是我不可以永遠做yes man 但是你有後果要承擔的 我只不過我覺得 是 阿瑜出了兩張碟 就是去到英雄的第三年 就跟公司談解約的 當時其中一個行內資的原因就是 其實去到04年 簽你回來去紅音樂 就是現在環球的Duncan 就跳了去正東 跳了去環球 跳了去環球 當時是否令到你很惡然 突然間他爸爸走了 阿 是啊 那時候 很無助 我會 是依靠你 感覺上 心靈上的依靠你 他離開了我就會覺得 好像做了孤兒 又很怕 又怕不知道 我的繼父親不親我 我的繼母會不會愛我呢 但是另一個原因就是 當時阿瑜很多人說 你掛著跟你前夫拍拖 這個又不是另一個 你和公司解約的其中一個因素呢 不是的 因為很多東西去到新 走了之後 有很多新的文件手續要處理 即是爸爸走了 即是Duncan走了 撫養權歸誰呢 這樣 父母來分 撫養權歸誰呢 那些文件是要重新處理過的 正直那段時間 我都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自己一個 摸索 摸索的位置 是不是應該留在一個圈裡呢 為什麼這樣想呢 你不會覺得之前出了兩隻碟 我有歌迷 也都建立了某程度上的知名度 會繼續發展 因為那段時間 有事做給你 爸爸走了 有些靜的 我的工作 對 對 反而靜下來的時候 你會想 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這樣 嗯 還有當時大家都知道 你簽了一間大公司 起碼都十年合約的 是啊 八年了 哈哈 他走了我 那四年之後 其實我一定要轉去其他地方 但是中間要重新整個新文件 因為我不在那裡了 除非你留在這間公司 否則的話 那種合約是 你不可以轉去其他唱片公司 是啊 是啊 那我就唯有 我既然如果這邊 都很不知道 未知的情況下 當刻我覺得 我要做一件 我可以知道的工作 就是我可以拿著我的前途 在手的東西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去做了時裝記者 做Styling 去做其他工作的東西 但是其實你就不可以 表演行業就不可以做 不可以的 反而你一個行業就可以了 你一個行業就可以了 你一個行業可以其他 就是你不是關於幕前的東西 你可以做幕後的 但是最初阿余 你忽然出現問題的時候 我們不要說你前方任何人 你會不會是因為為了女女 當時已經有小朋友 是一直忍耐 一定是的 因為其實女人都會有 好像人家說 會有第六感 其實你不是第六感 是你覺得身邊有些東西 不同了 感覺的東西 但是作為一個媽媽 你會對於家庭的結構 你會 應該是有爸爸媽媽 是一家人 是這樣的 但是 但是 但是當你發現 真的不能繼續堅持下去 你這樣成長 對小朋友 更加不好 更加不好 反而跳出了這種 正常一家人 因為我都是 爸爸媽媽 相當無小 挺幸福的 這樣的長大 當然想小朋友 都是這樣成長 但是不行的時候 你就只好 做好自己 做爸爸那份 好好地教育他們 但是你這些 為什麼你會這麼傳統的思想 做傳統的古代女人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很傳統的 沒錯 一夫一妻制 但是到你想通了 你都要某幾年的 那幾年 你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的時候 宗教會是怎樣幫你度過 心靈上令我得到支持 就不需要再給別人的目光肯定 或者我要找一個人聆聽我 我剛才說的東西 就是你找一個 講你想聽的朋友 反而是真實的 你只是知道 無論我做什麼 都有人的支持 有神的支持 就這樣 是不用怕的 你能夠搞的 你相信自己 你有能力的 但是你未上到冬之前 就會想 家臭不出外傳 家臭不出外傳 糟了 我這麼多年沒有做過 臭女 沒有錢 怎麼辦 我能夠搞的 那些人怎麼看我 那些人怎麼看我 那些人怎麼看我小朋友 離婚的小朋友 是怎樣的 很多問題 是 但是當我走出來之後 我發現很多人都很 對我好口愛 很好 很多人都會叫我加油 很多人都會支持 是的 所以你剛才說的 帶孩子百多view 我相信大家是口愛的 不要這樣說 你那次真的唱得很好 但是一 另一回事 到現在為止 兩個女兒 明白媽媽的決定 明白的 你怎麼跟她扣好 等機會 因為她都有她不開心的時候 因為她要經歷一個轉變 無論我們住的地方 實際的關係 當然要花時間陪伴她 但我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只是我想說 但她不想聽的時候 這樣說 一直都在等 等到有一個位 我女兒自己看 自己看 對 我就跟她說 嗯 到那一刻 是不是覺得自己 原來女兒都明白我 很舒懷 不是啊 那一刻我才覺得 自己來了 飛雲 是時候做事了 那個忍耐到 然後其實她 我講完給她聽 她也要消化 消化到一個階段 我想到 他到七歲 剛好他小學那裏 大女七歲 常識科 他們講家庭的家庭結構 爺爺 孫子那些結構 然後他在放學跟我說 他在放學說什麼 說家庭 然後就說 我跟朋友問我爸爸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爸爸媽媽來了婚 不過來了婚不是一起住 但是他沒有事 很沒有事 終於讓我知道 我慢慢的傳達這個訊息 傳達了 他明白了 他不是沒有爸爸 只是離婚分開住 不代表他是從此沒有了 但你也會給下一代見爸爸 是嗎 不會灌輸一種怨恨在你身上 他們要他們的意願 他們提出來 就可以了 發生了你的家事之後 那麼久以來 阿余我看你的訪問 你說你誕生 是不是有陰影呢 不是的 不過由於了解自己多了 是 發現原來我需要被滿足的東西是什麼的時候 我沒有什麼寂寞過 所以就沒有 沒有什麼寂寞的原因是有工作 有女兒 有私人的生活 有女兒 有工作 有現在的興趣 目前的興趣 但有沒有異性追求過 有的 只不過是 當你越了解自己多了 你反而知道你喜歡什麼 不喜歡什麼多了 對於一些異性的出現 你反而就 會不會先落雜 沒有落雜過 但是相處不太好 你不要逼自己相處 你覺得心裏感覺到的 right one 不是這個 對 沒錯 那你就把他交給你的God 等他安排什麼時候出現 你都會有這樣的盼望 這個不是在我祈禱的名單裡面 你祈禱的first priority 是嗎 小朋友的成長 小朋友成長健康 神大令 這個是我最希望的東西 嗯 但是我覺得如果他要出現 就出現 不出現就不出現 嗯 星光背後有我趙仲瑜 想聽足本的訪問 立即上81903.com 節目重溫 到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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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星期晚上 到晚了